晚安 全球现场 但一起来关注的是台海局势 现在美国众议院特别问题委员会 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 在美东时间20号和华府智库CSIS 再次模拟中国大陆如果真的犯台的话 那兵推结果如何呢 好 现在的与会学者都评估说 两岸冲突开始之后 解放军就会包围台湾 使得美国没有办法向台湾派遣部队来增援 那恐怕要等到第四周 才有可能进行海空的支援 在此之前 台湾必须要先靠自身的兵力来作战 这个兵推结果显示冲突开始之后 台湾必须在至少一个月 甚至有可能是两个月之内 要依靠原本的兵力作战 美国没有办法将任何的援助送到台湾 而华府智库的CSIS的学者现在指出 台湾的地势是多山的 很难攻 而中部地区有两条相对窄的沿海地区 让台湾在防守上是有极大的优势的 好 持续来看到这首乌战争的部分 现在根据乌克兰媒体的报道 当地时间17号 俄军向乌克兰中部的克列缅秋格的水电站大坝 发射了导弹 社群媒体上面曝光了当时攻击的画面 可以看到前后有两枚的导弹 是落入到水中激起巨大的火花 沉寂了几秒之后 第三枚导弹又从天而降 集中大坝 命中目标冒出了巨大火球 乌国的媒体现在就指出 这一座水电站如果被炸毁的话 那么克列缅秋格这一座城市 30分钟之内将会被淹没 好 现在俄乌战争的大家都说 可能进入到了一个转折点 也就是现在普丁可能在想的是 他将如何报复 原因就是因为 先前美国总统拜登已经放行 让乌克兰可以使用美制的远程飞弹 来攻击俄罗斯的境内 那么现在一个最近消息 就是乌克兰首度是使用英国制的 暴风引寻翼飞弹攻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 不过对于这样消息 其实乌克兰方面是蛮低调的 而根据这个路透社引述 俄罗斯媒体的记者消息就指出说 现在在库斯克地区 可以至少听到14次的这个巨大声响 也就是乌克兰有向库斯克这边发射了 12枚暴风引飞弹 其实这个暴风引飞弹呢 它是英国的现役重型飞弹 重量是超过1200公斤 而且射程是超过了300公里 它比较适合打击的是像是一些重要的军事指挥所 还有弹药库跟打击掩体等等 对地攻击是非常的强大的 当然了可能现在乌国他们发射暴风引飞弹 主要就是希望可以攻入俄罗斯他们的一些军事基地 外界当然现在很担心的是说 英国美国就接连放行 乌克兰可以使用他国的武器 那有没有可能接下来大家要担心的就是普丁就会有一个报复手段呢 现在英国的卫报就分析了 因为普丁在先前就开始修改核武准则了 那有可能接下来就是移民潮变成一个武器 他可能会将一些移民潮就导引到波兰 或者是立陶宛芬兰等等国家 跟俄罗斯接壤的国家 让这些国家接下来面临到的是一些难民的政治难题 或者是空战的部分的话 就是利用网军机器人在欧美的一些社群 煽动分裂性的议题先分化 或者是使用盟友来做代理人战争 就像是比如说在中东的夜门青年运动组织 好但是呢其实现在俄乌战争恐怕会进一步的扩大 当然现在该头痛的就是北约了 北约接下来要怎么样做军事部署 怎么样因应接下来战事的变化有所调整呢 就是北约接下来恐怕面临的难题 而北约现在未来的决策跟美国之间的沟通 当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但问题是现在美国处于一个新旧政权的交接时段 那接下来川普上任之后 对俄乌战士会有什么样的态度跟做法呢 虽然说他并没有提出一些比较实质上的解决的措施 可是应该就是跟新任拜登总统会是蛮不同调的 会不会持续军援乌克兰是个大问号 而且不要忘了其实川普在上一个任期 他就频频向北约是欠保护费的 恐怕跟欧洲民众的关系是再次面临考验了 那另外呢来看到这个是他一个最新的人事命令案 大家就觉得这个也是蛮多争议的 因为他提名的这个人似乎也是自己的自己人 因为他没有什么外交或是国安的一些背景 他是提名一位前代理司法部长惠塔克要出任北约大使 当然他有一些法律的背景 可是没有外交没有国安的背景 大家就怀疑说他真的有办法升任北约的这个工作吗 跟北约来沟通的工作 而另外大家在聚焦的就是呢 川普在选后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会是如何呢 因为他在选前就承诺说要对中国大陆要征收 超过60%以上的关税 部分的人士就很担心说 中美可能会引爆新一波的贸易战 现在美国媒体就指出 川普的一些支持者跟大陆是很有密切关系的 但是包括他任命的像是国卿卢比欧 或者是内阁成员当中 有蛮多对中英派的人 所以现在看起来 他对于中国大陆的政策还是很难预料的 两个力量的资源 两个非常不同的观点 两个不同的观点 两个可能性地形成立政策 在第二个特朗普的政策 有些认为 川普可能会带着 北京和川普的带着 其他认为 他的商业的关系 能够超过美国的预计 创造更多问题 比较解释 美国媒体现在就指出川普提名多位对中英派的内阁 从国务卿卢比欧到白宫 国安顾问沃兹以及国防部长赫格斯 其实都是对中英派 纽诗现在分析 川普他之后上台 对于中国大的态度 可能比自己的内阁团队 有比较大的弹性空间 而纽诗进一步的分析 认为川普在贸易方面 可能考虑对于大陆 采取比较温和的态度 借以保护美国的股市 美国的参议员布鲁门塔 在20号在一场关于美国的科技公司和企业 对中国关系的听证会上都表示 亿万富豪马斯克和中国大陆的商业关系 可能会对美国的国安构成威胁 他和北京的关系可能现在会被利用 CN就在马斯克的相关报道当中 引述了他对于大陆以及台湾的看法 马斯克是 在上海的超级工厂 这是特斯拉全球最大工厂 接着还会设立超级电池工厂 特斯拉的营收跟制造 都是仰来中国大陆 质疑的参议员就警告了 美国科技公司和中国大陆的关系 对于美国会构成真正的威胁跟风险 因为美国的企业可能被迫 要在美国国安还有大陆的市场的利益之间 要做出选择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全球现场 结尾们总烦到脸上细纹 干燥与暗沉 现在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大西肤弹性水嫩 轻松不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路全校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动靈密码 国富辺 辈子 杨树 百年 无能 儿子 写